哈喽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小五 今天我们依旧来到全国最大的二手机批发市场 继续为大家讨机器 想必大家现在都比较关心的是二手机的行情如何 那么最近二手机行情如何 让我们一起去市场看看 来到市场 我们优先找到这台苹果12polo max 有所128g的冲心机陈设 价格在6600左右 相比二手无所 这里也是有600左右的差价 跟国行一样的品控 质量以及功能 手上这台是广东老朋友 叫我们去市场淘的一台机器 这位老哥去年也是在我们这里入手了一台苹果xr 现在也是想换一个支持5G网络的机型 目前有所的机型也是可以黑解成跟无所的一样 插卡其用 性价比也是非常高 同时如果有双卡需求的话 还可以改双卡6.7寸的ol 一地屏 不仅显示效果好 a14的处理器 性能方面也是非常不错 3687毫安的电池容量 拿来当主力机用个35年完全不用担心性能配置会跟不上运行卡顿的问题 苹果11polo手上这台是无所64g的亮机橙色 价格在4400左右 手上这台是福建的粉丝叫我们去市场淘的一台机器 这位老哥平时就日常生活使用 所以64g也是够用 苹果11polo屏幕尺寸相对来说会比较小巧一些 5.8寸的屏幕后置三项头 不论是外观颜值还是手感方面都是非常巴适 后置1200万像素 支持超广角镜头 a13的处理器 运行各类大型游戏 也是毫无压力 配上3190毫安的电池容量 续航方面也是完全够用 仔细检查机器各项功能都没什么问题 其他的我们就带回家直播间侧机 苹果11polo max手上这台是无所256g的亮机橙色 价格在5500左右 最近很多小伙伴都在纠结到底是要入手苹果12还是苹果11polo max好 手上这两款机型价格上基本相差无几 但是续航以及上热效果方面 苹果11polo max要比苹果12好许多 内置虽然是a13的处理器 但是如今运行高配置游戏依旧顺畅 完全可以满足日常生活需求6.5寸的ol 异地屏不仅显示效果好 后置也是三项头 1200万像素电池容量也是有3969毫安 正常使用一天也是够用 相比苹果12只有2000多毫安的电池容量 不可避免的一天要充电好几次 3000左右的预算 选什么机型游戏性能要好 并且耐用可以选择我们手上这台苹果xs max 手上这台是无所256g的亮机橙色 价格在3600左右 苹果xs max作为当下3000左右的预算 性价比最高的一款机型 不仅拥有6.5寸的ol一地屏 大屏游戏首选机型 内置a12的处理器 游戏性能强悍 日常生活使用 那就更不再话下了 声音也大 系统流畅 拍照也很清晰 后置是1200万像素的 续航方面 电池容量也是有3174毫安 比较爱玩游戏的苹果xs max也是值得入手的一款机型 苹果xr有所64g的亮机橙色 价格在2100左右2000左右的预算 苹果xr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一款机型 不仅价格方面大部分人都可以接受 而且作为目前主力机或者游戏机使用个两三年也是完全够用a12的处理器 不仅游戏性能强悍 同时机身散热效果也好 虽然说外观颜值一般 但是性能方面确实无可挑剔 后置也是有1200万像素 配上2942毫安的电池容量 续航方面也是不用担心 6.1寸的lcd屏 打游戏手感也是非常巴适 如果有双卡需求的话 还可以改双卡 好了 苹果的机型我们淘的差不多了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安卓的机型 手上这台是华为的折叠屏 华为mate xs内存是8加512g的冲心机橙色 价格在9400左右 支持5g网络 手上再来是广东的粉丝叫我们去市场淘的一台机器 这位粉丝也是关注我们很久了 看我们做事情也是比较靠谱 所以也是很放心 让我们去市场淘机器 目前全新机的mate xs应该在16000左右 相比二手 这里也是有9000左右的插架 芯片采用的是70990的处理器 仅支持指纹识别8英寸的一个屏幕 机器整个屏幕也是可以折叠的 续航方面 电池容量也是有4500毫安 这台是华为的mate30polo5g版本8加128g的亮机橙色 价格在4500左右 素皮版上手感相对来说会比玻璃版的要舒服一些 6.53寸的刘海平上手感也是非常的巴适 后置4000万像素内置奇林990的处理器 支持指纹面容识别4500毫安的电视容量 目前全新跟二手 这里也是有2400左右的差价 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一款机型 好了 如果有想了解手机的价格 可以关注我 然后私信我 我会一一告诉大家价格是多少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深圳华强北小五 今晚10点半 我在直播间与你不见不散 我是小五 喜欢更多华强北手机行情的点赞 关注加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